我借你們錢不要了 還在告我們偽造有價證券 天理合照 我在演藝圈42年 我做最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飆罵唐重慎 我們要怎麼程序 我們要先按鈴嗎 還是要先受訪還是怎麼樣 先按鈴 按鈴是不是好不好 他按鈴嗎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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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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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一塊一塊一塊 那可以了 好 好 你看 你看 好 這個生氣很久 不能再生氣了 不能再生氣了 那個傾向瑜被他們弄得很糟了 找了很多的理由藉口 到今天沒有還我 104年 你看我借他們一千萬 104年底 我借他90萬 各位 105年 他告我什麼 詐欺背信 偽造文書 親戰 這故事很長啊 我在演藝圈42年 我再講一次 我做最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對不起唐重慎 我做最錯的一件事情 就是飆罵唐重慎 我徐乃琳從來沒有狗屁倒招的事情 各位 我42年 你們回我明節 我借你們錢不要了 還在告我們偽造有價證券 天理合在 我呼籲韓國瑜院長 立法院 能夠把這個加重毀謗 一定要提高他的罪行 就像詐欺一樣 各位我常講話比刀還利亞 我再次的告訴你 曹小姐 蔡先生 今天你們又多了一個誣告 還有偽證 你們還有很多的官司 我都一個一個的在進行 我們是公眾人物 現在的時代 你能夠犯任何的錯嗎 你敢犯罪嗎 我講 我這一生幫的朋友太多了 所以我太太一直告訴我 朋友 不要有金錢往來 金錢往來 夠意思的朋友 有誠心的朋友 大家長長久久 沒有誠心朋友會害你一輩子 這就是我血淋淋的經驗跟例子